1946年冬天 曾经在越南担任战时打字员的学子 回到了百费待兴的日本 他带着期待敲响了恋人坚物的家门 开门的却是坚物之妻国子 坚物对妻子说 学子只是他在农林部的旧同事 随后便匆忙走了出来 两人走在寒风呼啸的街上 坚物表示自己目前不能和妻子离婚 并提出要和学子分手 学子在越南结识监物时才22岁 他把最好的年纪都投入到了这段感情里 并一直相信前五会再回到日本后 娶她为妻 如今梦已破碎 也只好独自谋求新的出路 学子少女时期曾经去亲戚依婷家帮忙做事 却被依婷夺去了通真 被监物抛弃后 走投无路的学子便跑到依婷家 借走了几床被子和郁寒的棉衣 夜幕降临时 一个名叫乔恩的美国青年 走上前和学子搭讪 两人渐渐熟络了起来 但乔恩两个月后便离开了日本 学子租下一间简陋的小仓库 并住了下来 却迟迟找不到工作 节目前来探望 学子指责他始乱终气 决心一个人开始新的生活 节目只好尴尬地离开了 不久后 依婷前来讨要棉被 还带走了学子屋内 所有值钱的东西 又过了一段时间 监物邀请学子 一起去温泉地度假 学子谈起两人 从前在越南时的浪漫回忆 但监物却认为 怀念过去是毫无意义的 他回国后 曾经试图经营物财生意 却接连赔本 最近更是不得不把房子都抵押了出去 妻子和母亲也只能搬到了乡下的亲戚家 为了能在温泉地多待几天 监物将自己的手表卖给了酒吧老板清吉 清吉是个胖乎乎的中年男人 妻子阿杰却刚刚二十岁 当晚四人把酒言欢 清吉喝得大醉 学子也醉倒在桌上 阿杰和监物相约去浴池 两人情难自控 共赴乌山云雨 第二天 学子看穿了阿杰和监物的恋情 一气之下提前离开了 回到东京后 学子却发现自己怀孕了 他久经辗转 找到了监物的新处旨 才得知 他已经和阿杰同居了 阿杰从丈夫家中逃了出来 现在如愿以偿 做起了舞女 监物知道学子怀孕后 表示一定会负责 还劝说学子生下这个孩子 却闭口不谈孩子的抚养问题 以及两人的感情问题 学子失望至极 只好再次向伊婷借钱 将孩子打掉 做完流产手术后 虚弱的学子躺在病床上休息 对面的病人正百无聊赖地翻看报纸 他忽然发现 报上赫然登着 杀死妻子的丈夫前来自首 情夫是原农民部事务官这一新闻 旁边还配有阿杰和荆棘的照片 学子震惊不已 却只能痛苦地蜷缩在病床上 出院后 学子再次来到监物的住处 他憔悴了很多 也得知了学子将孩子打掉的消息 两人相对无言 学子声泪俱下地控诉监物的死丝与冷漠 最后心灰意冷地离开 转而投奔到了伊亭家中 在伊亭名下一家以牟利为目的的非法教会中担任会计员 这以后 学子的精神好了很多 身体也痊愈了不少 前五的妻子因病去世 为了筹集丧葬费 他不得不登门向学子借钱 拿到钱后便和学子告别了 但学子不愿意再让别的女人走进监物的生活 冒着被伊亭报复的危险 偷走教会的一些钱 打算和监物私奔 监物被降职 调往偏远贫穷的雅山岛 学子害怕被再次抛下 便要求和他一同前去 他坚信 只要两个人在一起 便可以克服所有困难 经过长时间的轴车劳盾 学子病了 前往雅山的日期也一拖再拖 为了不耽误监物上任 学子拖着病体 登上了开往雅山的渡轮 来到岛上后 他们一直以夫妻相称 但没过多久 学子便病死了 想到学子多年来对他的付出 以及两人从前的美好回忆 歼怒失声痛哭 只是 私人女士 那个将她当作生命里 肥衣光芒的女孩子 再也回不来了 鸳鸯娃冷 双华重 翡翠清寒 谁与共 悠悠生死 别经年 魂魄不曾 染入梦 爱 本就是一场 飞蛾扑火的宿命 我是熊猫 拥有温度的解说 为你还原 每部电影的 灵魂内核 愿作灯展 照亮理心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